哈囉大家好,我是維妮 哈囉大家好,我是布蘭達 我們又來到這個公園啦 耶! 在這邊拍片,好舒服啊 那今天呢,是我們回顧系列的第二集 Number 2 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連這五樣東西都斷捨離掉了 會不會太誇張? 會不會太極端? 會不會後悔? 到底是哪五樣?好奇 第一個呢,就是 兩年前呢,我們拍了一部影片 跟大家說我們不再穿內衣 嗯,但現在也是 舒服啊,這件事完全不後悔的決定 真的,兩年之後還是覺得 當初的決定實在是太棒了 我覺得我的身體解放了有沒有 解開舒服服 對啊,超舒服的 舒舒服服 可能我們的生活模式也比較特別 像有些人可能需要去見客戶啦 或是說有一些要跟人合作 可能還是會需要有禮貌一點 我們不能禮貌 那我們的生活方式比較有彈性 所以呢,我們可以這樣做啦 所以大概是各取所需 而且我們有一個把外套在外面啦 其實就還好 當然真的很熱的把它脫掉的時候 出去真的也不會有人會看你啦 美齒的約,大家不認識你啊 只有家人可能會發現 但是其他人真的不會有人會想要看你 大家懷在自己的世界啊 所以我們是覺得是還挺自在的 而且這兩年都已經很習慣了 以前穿個三個月半年的就會鬆掉 又要再買 一直再買,一直再買 這個過程很麻煩 女性好辛苦 對啊 你現在要買的東西比男生多很多耶 這樣有性別歧視啦 可以不用再穿那一陣子太棒了 耶 那第二個物品呢就是襪子 襪子也是差不多在兩年前我們斷舌離掉啦 對對對 因為襪子也是一直鬆一直鬆 跟那一一樣 跟那一一樣 沒錯沒錯 然後我們之所以會真的把襪子斷舌離掉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確定自己運動的方式啊 就是瑜伽跟散步 對 那瑜伽是不需要穿襪子的 那散步的話 就是穿一個這樣子的 有鞋子可以穿都可以的 那如果說你的興趣是爬山或是跑步的話 那你可能要比較好的運動鞋嘛 那當然就要穿襪子 那就是運動偏好才問題 對對對 但是與其說穿這些東西很麻煩 倒是覺得說齁 我們在思考說齁 只要可以更輕鬆啦 對啊對啊 就是只要能夠更輕鬆 就更輕鬆 那我們自己有感覺到說 只要有多物品 就是多一種負擔 對 而不是多一個方便 對對 除非多這個物品 它可以讓我們表達自己 然後創作 我們才會覺得說 有必要 而且它的存在不會讓我們覺得是負擔 嗯 但大部分的一些日常用品啊 有些日常用品 基本上都會覺得還蠻負擔的 對啊 就是要一直洗的東西很麻煩啦 大家應該不會喜歡洗衣服 或洗碗 或洗洗床單 洗各個東西吧 對啊對啊 那有可能會有人喜歡啦 那是傻 沒有啦 那我剛好嘛 就是屬於不喜歡的那一種 對 所以能夠少洗的東西 就這樣少洗啦 嗯 接下來第三個斷水裡的物品呢 就是畢業證書 金融證照 語言證照 這類的文件 這丟了很久 對這等了很久 基本上 那是離職一年內 就把它丟掉了嘛 對對對 當初我們分享我們丟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難免會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樣子可能之後會用到什麼的 嗯 那我覺得這一個回顧影片 就變成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膠帶 就是說 欸過了兩年了 欸沒有不止 不止啊五年了 五年了 結果真的都沒有用到 這五年就變成生活變得比較輕鬆嘛 不要一直帶著那一包紙 那一疊紙這樣子 對 當然如果說你住在家裡的話 其實這些文件真的是 不會占到很大的空間啦 對對對 就算真的沒有丟掉也沒有差 只是說我當時內心就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我把它留著 我內心就有一種矛盾感 因為你就是在想著一個萬一 對 就萬一我好像還會再回去金融業上班 想到這個可能性會讓我覺得不太舒服 感覺就是有一個 割打 把它都斷水一定要吃後 真的內心是覺得輕鬆舒服很多啦 嗯嗯嗯 就是我們開始用母之後啊 就背了一個包包 其實那包包是中太下那些畢業證書什麼東西 對一定會折到啦 對 五年之後也不會用到嘛 那近期 應該也不會用到 沒有嘛 五年之後再開開物被用到 不會用到的就想辦法 盡量想辦法不讓它被用到 對 接下來第四個斷水的物品就是 保養品 化妝品 跟洗目用品 有覺得反悔嗎 完全沒有 就這些物品 過去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有蠻大的負擔啊 其實我覺得放在浴室裡面就是很容易很髒 然後又去清理這個部分 不管它是放在地上或放在架上 都讓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哇好奇怪喔 有時候我會這樣想要讓生活都是 舒舒服服輕輕鬆的感覺 然後你搬家的時候也不用搬很重的瓶瓶罐罐有沒有 然後又怕會擠出來 哦對對對 但是這個是比較小的事情啊 對啊 那當然就會有很多那種相關的產品 就是一個小工具 然後把它卡住 然後它就不會擠出來啊 還是很多房是什麼的 但我覺得那不如直接把它斷出 不需要跟人落得輕鬆 對啊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對化妝保養 這個領域沒有興趣 那我們目前POOFREE也兩年了嘛 現在也是覺得很棒 所以沒有反悔的 再來 因為有很多人這麼做啦 不是只有我們這樣子 欸覺得更可以去嘗試 然後台灣的天氣也沒有到那麼乾 所以 就也還好 嗯 台灣人真好 對啊 等到我們以後滿臉皺紋的時候 就請大家多多包涵了 接下來是第五個斷水裡的東西 就是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這麼大喔 這個很大喔 其實我們除了家人以外呢 已經跟以前的同事跟朋友 跟同學沒有什麼往來的啦 但絕對關係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把時間 分配給自己跟分配給家人之後 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再分配給其他人了 我覺得我們太像外星人了 這樣講很奇怪喔 我覺得雖然說 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有這麼多的同學 然後大家同窗好幾年 一定會有那個情依在 漸漸的長大之後就覺得 自己的價值觀 跟那些同學 或是同事的價值觀 實在是差得太大了 嗯 大到好像沒有辦法對話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有各自的理想生活啦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人跟人 要經營那個關係 其實需要花很多時間 我覺得只是幾個月 或是幾年出來吃一次飯 那樣子不叫做維系感情啦 我覺得維系感情不是只是吃飯 應該是要一起做一些事情 對對 那個才是維持人氣關係啦 對對對 要不然出來吃飯的話 往往可能就會 都聊得差不多的東西 可能就是聊投資儀財吧 或是保健食品 或是工作上的事情 因為就是說 我們要把時間花給自己 跟家人身上的話 就時間上就已經 沒有什麼現在的時間了啦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你選擇 你要把那個時間交給誰 對 我覺得光是探索自己 就需要好大的時間跟精力 然後我想要可能看很多書 看很多的電影 去瞭解自己 瞭解這個世界 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說我為什麼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哈哈哈哈 比起吃飯這樣子 對對 所以目標不同的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說很難 跟之前的同學聊得來啦 對 同學們抱歉了 那再來是說 因為我們個性 可能不要內向 所以我們跟其他人 或是太多人在一起的時候 會很消耗我們的能量 對對對 會覺得很累啦 就是要一直 緊在那邊 尬笑 尬聊 那我相信大家都 有自己各自的理想生活啦 對對對 那我們目前最偏好的這樣的關係 就是家人啊 跟我們自己啊 跟大家 我覺得這樣子的關係 是讓我們覺得 最舒服最和諧的啦 對對對 我們講極簡的生活 或是我們來講真理 對方是有興趣會 對 那如果說他對投資以財 或是健康頻道有興趣 他就會去其他地方嘛 就不會來我們這邊嘛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 很棒的關係啊 就是理念相同的 好朋友這樣子 聚在一起 雖然是透過線上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那喜歡熱熱鬧鬧的人的話呢 也會找到 喜歡熱熱鬧鬧的朋友啦 那我覺得大家各取所需 也蠻美好的啊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 自自在在不定說 一定要刻意去迎合 怎麼樣的人際關係 怎樣的吃飯 怎樣的聯繫感情 才是真正的 維持人際關係啊 自己開心最重要 自己開心 別人都會開心 你們開心嗎 以上就是五個 我們斷捨離之後 其實不會感到後悔 但是這個幾個項目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有點太誇張啦 或是覺得說 我們可能太極端 我們其實就是很單純的去 一一的檢視自己的物品 跟檢視自己的行為 檢視自己的價值觀 然後想法什麼的 然後漸漸就變成這樣子了啦 就是抱持一個很輕鬆 很自在的心態 去整理自己就好 我們並不是刻意的 是生活一點一點的 改變 然後變成今天的一個大改變吧 改變最好玩 Happy day 我們下次合顧再見 拜拜